大家好,我是JollyJolly 你的秘訊伯伯伯 你聽過戀愛小魔法嗎? 最近跟朋友們聊到 那些年Jolly為愛城市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想來跟大家分享 以前我為了追到心愛的男生 私下的法術 保證一點都不恐怖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Jolly想跟大家送個好消息 Jolly的手械師誠要給她分手上誕生啦 大家趕快去外賣 迎接我的頭子拍 如果2022年你想要徹底改變你的人生 你絕對要有手械師誠 趕緊去去 看看 趕緊去唱你的限量優惠喔 那Jolly今天收集了 10個從日本傳過來的戀愛小魔法 如果你陰陰某待機走 可以來玩玩看 完全不保證有效的魔法 第一個 把暗戀的人名字寫在橡皮擦上 用完之後戀情就會成功 Yup I've definitely tried this before Did it work? I don't remember So try them today 喔對了 但是聽說這個橡皮擦 不能讓別人發現喔 所以不要アサリ的借給別人 第二個 把暗戀的人照片放在枕頭底下睡 我覺得這只是讓你想像比較容易啦 你說想像什麼 我小時候放可以啦 可能也不敢忘做會 所以請大家暗戀正常在身邊的真人 第三個 把寫有暗戀的人名字的OK蹦貼在身上 或是用紅筆在左手的中指乘機筆中指 跟無名指花上愛心再貼上OK蹦 三天沒掉的話就會戀情成真喔 積極的久力就會在OK蹦上 再給他貼個雙面膠或是強力膠 給他臉丟丟 沒有啦 要順其自然 不能耍小聰明喔 第四個 在左手的手指上貼上OK蹦 那一星期都沒有脫落的話 願望就會實現喔 正這樣你就不要洗手指 不過不能貼錯手指頭喔 每個手指都有不同的魔力 拇指是代表可以見到喜歡的人 食指是失戀 這個貼錯有GG啊喔 中指 有正經筆中指 是互相愛慕 無名指是出現情敵 我這貼的耶 小指的話是喜歡的人 will call you maybe 第五個 綁許願神在手上 斷了願望就會實現喔 這個久力也有試過 許願神呢 就盡量買不看一碰的那種 第六個 用喜歡人的名字 你就用那個次數 按出自動筆鼻心 然後畫愛心 那筆心沒斷的話 就代表你們成功囉 我有聽過是用字數 就是如果我叫七紅玲 就用三個字數 但是我也有聽過用筆畫 哇 那你喜歡的人 如果是日本人的話 就 fingers crossed 第七個 喜歡人的名字 就是字數 剛剛講的七紅玲 三個字嘛 那如果是三個字的話 就有按三次 洗髮精 然後洗頭 所以等於說 你字數有幾個 你就按幾次 我一開始看到以為是筆畫數 我想說優秀喔 也太多 不過為了喜歡的人 在所不喜歡 反正他名字有三個字 你就按三次 名字有四個字 像歐陽拉拉 你就按四次 第八個 第八個 在護唇膏上刻喜歡人的名字 然後用光 那建議你喜歡筆畫少一點的人 Make it look easier 第九個 這個有點變態 隨身帶著安戀對象的頭髮 What 第十個 This one is my favorite 在左手無名指的下方 往指尖的方向畫一個箭頭 聽說這樣就會有意想不到的快樂事情喔 但切記不可以用黑色的筆畫喔 這個好像可以捏 要試試看嗎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不知道你以前有沒有試過這些變愛小魔法咧 如果有的話趕快在底下留言跟Jody分享吧 別忘記訂閱按讚小鈴鐺地勤 Jody每週二9點開心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I love you all See you soon 掰掰